一只小脚马居然用自己的头部连续顶撞着高大威猛的狮子 如此胆大包天的它还有机会生存下去吗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狮子却丝毫没有生气 强健有力的四肢和竖起的耳朵 深邃的眼神温柔地盯着眼前这只瘦弱的小脚马 在很多动物的眼中狮子都是凶猛而可怕的动物 作为草原霸王的它不可能斗不过 这只刚出生的小脚马是什么让它心甘情愿被欺负呢 原来小脚马刚出生 母亲为了给它找吃的一大早就出去了 但是等到天黑母亲都没有回来 小脚马很是担心母亲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下 它的母亲很可能已经遇害 就这样可怜的小脚马从此失去了妈妈的庇佑 只能自己默默地缩在灌丛中 等到第二天清晨 落单的小脚马便在广袤无垠的草地上 寻找着自己的妈妈 只见它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常 但由于自己毫无生存经验 就也并没有多想 谨慎小心的小脚马 再次踏上了寻找妈妈的路途 事实上此时的它早已经被一只狮子 虎视眈眈的盯上了 就藏在离它不远的大树后面 小脚马此时的处境十分危险 它此时瞬间变得小心翼翼 希望这样狮子可以放它一马 但埋伏已久的狮子 怎么会轻易放手 天生的王者气息 为允许它放过任何一个盯上的盘中餐 它准备绕到小脚马后面 发起进攻 这样的方式十分节省体力 没想到小脚马十分灵敏 它突然回头 看清是自己的天敌后 转身撒腿就跑 但是刚出生的小脚马 哪里是 年轻强壮的狮子的对手 瘦弱的身躯根本跑不了多远 很快它就因为体力不支 倒在了草地上 小脚马试图反抗 想要祈求狮子能放它一马 但是狮子却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它看着眼前这只可怜的动物 心中不仅生起一丝怜悯 这只和母亲走散的小脚马 如果没有别人的帮 将叫人类 动物似乎没那么有智慧 的确 按照人类的文明标准来看 动物的维度 确实差人类远远一大截 但你知道吗 在情感上 动物和人类却十分接近 甚至在很多时候 它们的情感比人类的还要深邃 还要纯粹 好比动物也有着浓烈的母爱 这种爱伟大到跨越了物种 乃至克服了捕猎的本能 大家都知道 自然的一切都处于残酷的食物链当中 包括一棵棵看似无辜的草 都有可能会被羊群蚂蚱吃掉 而草本身如果长在稻田里 长在花园里 也会成为破坏者的存在 再吸取庄稼的养分 由此可见食物链的残酷与无情 然而 有些动物却能克制自己的捕猎本能 对猎物 怀满了温柔与爱意 想必人们即使在颠簸的生活中 变得再麻木 看到这样的画面 也会不尽地感动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中的一群狮子 在某天外出捕猎 随后将一只因受伤而无力逃走的狐狸 给困住了 这时候 狮子们都已经鸡城路路 它们虽然是和老虎一样 是自然中的霸主之一 但捕猎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毕竟 它们的猎物 面对来世兴兴的它们 都会想方设法地逃跑 被狮子团团围住的狐狸 害怕极了 由于极度的恐惧 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它非常想冲出重围 逃出去 寻找自己的妈妈 继续和妈妈和兄弟姐妹 过着平淡快乐的生活 可那一切都在狮子的包围下 成了一个再也无法实现的梦 看到这 我们似乎已经得到答案 这只狐狸必死无疑 而在那残忍的一幕到来之前 我们先看看 它是怎么被狮子抓住的 这一天狐狸和母亲兄弟姐妹 外出玩耍 但没过多久 危险就朝着它们逼来 母亲于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 逃跑 一路上 母亲一直在紧紧地护住它们 她的年龄还很小 第一次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所以非常的慌张 所以跑着跑着就脱离了母亲 而母亲也找不到她的身影 为了继续保护其他孩子 只能悲痛地放弃对她的寻找 带着其他孩子继续逃跑 终于 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成功逃脱 而她则在惊慌逃跑的路上 不幸受伤 随后 狮子嗅着血腥味追上了她 将她围困住 这一幕正好被一位摄影师看到 摄影师心想 这只狐狸绝无生还的可能了 毕竟她受伤了 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逃得出去 除非有奇迹出现 这只狐狸宝宝被狮子围困住后 无助地颤抖着 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真正将狐狸宝宝抓不住的是一头母狮子 此时她已经鸡肠碌碌 于是朝着狐狸宝宝不断靠近 随后 其他狮子也朝着这只狐狸宝宝靠近 他们都在盘算着 这么一只小小的狐狸幼崽 够不够几头狮子分 怕是吃不饱吧 不过 有的吃也好过没有 无论如何 一只小狐狸 也够他们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所以接下来 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 率先走到了小狐狸的面前 吓得小狐狸顺青失去所有的思考 只剩下五粒的乌烟 围住小狐狸的一共有五只狮子 两只大狮子 三只小狮子 显然 这五只狮子是一家五口 所以小狐狸毫无疑问 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晚餐 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 却不是血腥残酷的 而是感动人心的 因为在这一家五口当中 母狮子对这顿晚餐 丝毫不感兴趣 为什么呢 难道母狮子不爱吃狐狸肉 嫌弃狐狸的气味不好闻 可实际上 狐狸是狮子经常捕食的一种动物 对于狮子而言 狐狸是一种相当美味的食物 那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这只母狮子眼中 这只受伤的小狐狸 并不是一顿晚餐 而是需要母亲保护的可怜宝宝 所以母狮子对她的靠近 并不是想吃掉她 而是想保护她 小狐狸自然不明白 母狮子的良苦用心 毕竟那是经常捕食狐狸的敌人啊 所以小狐狸看到母狮子后 害怕极了 蜷缩着瑟瑟发抖 流露着惊恐的目光 母狮子也能理解 狐狸宝宝的感受 但她没有动摇自己的决心 也不图小狐狸的任何回报 在母爱的驱动下 靠近小狐狸后 将它护在了自己的身边 然后对着自己的狮子宝宝们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让它们不准靠近这只小狐狸 这时候 熊狮子也步步逼近 发出嘀吼 对母狮子的做法表示不高兴 但面对熊狮子的不满 母狮子坚决又无私的母爱 紧紧地护住小狐狸 打算与熊狮子对抗到底 如果有什么力量 能够改变一场残酷的命运 大概就是无私的爱吧 最终 在母狮子伟大的母爱力量下 熊狮子败下阵来 选择放过这只小狐狸 不再将它视为晚餐 此时 被母狮子坚定保护的小狐狸 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 慢慢地缓解了恐惧紧张的情绪 也渐渐感觉到了自己伤口的疼痛 开始因为疼痛而哀叫 母狮子健壮很心疼 于是尝试着进一步安抚小狐狸 这时候 小狐狸面对母狮子的靠近 虽然还是有些紧张 但并没有拒绝 因为它感受到了母狮子 散发出来的温柔母爱 随后 经过爱的沟通 母狮子和小狐狸 取得了对彼此的信任 母狮子便将小狐狸 视为自己的孩子 将它带在自己的身边 对它进行精心的照顾 小狐狸也将母狮子 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妈妈 愿意跟随在它身边 安心地养伤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母狮子将这只狐狸宝宝 视为自己的孩子 在小狐狸因伤口疼痛 乌厌时 都会慈爱地安抚它 并鼓励它要坚强 每天 母狮子还会用嘴巴 帮小狐狸梳理毛发 并用尾巴为它驱赶蚊虫 要是自己的三个狮子宝宝 胆敢欺负小狐狸 母狮子就会对它们 发出严厉的警告 不许它们有不好的念头 面对其他有可能 会伤害小狐狸的敌人 就更不用说了 母狮子从不认怂 从不放弃 不断帮助小狐狸 阻挡各种可能性的伤害 为了保护这只小狐狸 母狮子不管是白天黑夜 都提起了十二分警惕 每一天都母爱泛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母狮子和小狐狸之间的情感 更加深了 小狐狸也越来越黏母狮子 早已经将它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而它的熊狮子爸爸 和三只狮子哥哥姐姐们 也渐渐接受了它 就像母狮子妈妈一样 将它保护得好好的 给予了小狐狸 静好安稳的岁月 母爱总是如此的无私 母亲没有任何目的 不图任何利益 就能为孩子们 付出自己的一切 包括宝贵的生命 即使前方充满了危险 母亲也像永世一样 挡在我们前面 并无怨无悔 我们也应当珍惜 这份无私而伟大的爱 怀有感恩之心 在母亲年老时 给予它们多一点的耐心 一只可怜的小猴子 不幸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它的妈妈为了保护它 勇敢地挡在它面前 和猎狗搏斗 奈何这是一条 十分凶猛的动物 即使猴子妈妈的力气再大 还是敌不过猎狗 无助的小猴子 只能趴在妈妈的怀里 它不知道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生活 幸运的是 一只豹子 遇到了正依偎在妈妈身边的小猴子 但是对于丛林之王的豹子来说 它是动物们天生的猎兽 那么等待小猴子的 究竟是惨剧 还是重获新生呢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豹子并没有想伤害母子两的意思 看着猴子妈妈已经没有了呼吸 它对小猴子的悲惨遭遇 表示非常心痛 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 失去了母亲的庇护 如果自己不救它 毫无生存经验的小猴子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活里 肯定寸步难行 它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想到这 豹子当机立断 决定将小猴子带回去抚养 至少自己可以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豹子小心翼翼地叼起了猴子妈妈 小猴子的眼睛死死盯着妈妈 也赶忙跟了上来 它不知道豹子想要干什么 只能无助地声音着 豹子将它的妈妈安顿在一处树林里后 开始用前爪呼唤着小猴子 示意它上来 但胆怯的小猴子却摇了摇头 表示着自己的抗拒 豹子无可奈何 只能下去走到它的身边 看着眼前这个凶猛的动物 一身黄色的皮毛和健壮的四肢 小猴子意识到这并不是它的家人 于是害怕地连连大叫了起来 豹子只好温柔地安抚着小猴子 它静静地躺在小猴子身边 还用自己的爪子 恋爱地摸了摸它的脑袋 仿佛在告诉它自己并没有恶意 小猴子眨拔着黑漆漆的眼睛 依旧一脸谨慎地看着豹子 就在这时 危险悄悄来临 一只猎狗正在寻找食物 它已经好多天没有吃饭了 正漫无目的地寻找食物 豹子凭借着多年的生存经验 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于是它赶紧将小猴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避免其他捕食者的危险 豹子以为这样 它们便能逃过一劫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猎狗仍然对可怜的小猴子苦事单单 看到这一幕的豹子 开始大声嘶吼着 试图吓走蠢蠢欲动的敌人 看到如此凶猛的动物 觉得无法得手的猎狗 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很快 一轮明月挂在天边 谨慎的小猴子 仍然没有放下戒备 郑狱偷偷爬上树枝溜走 恰巧被清醒后的花炮看到 它并没有责怪小猴子 反而一边铁视着它的脸 一边安慰着 让小猴子能够放松警惕 但是它怎么会轻易就相信自己的敌人呢 小猴子还是想离开 但是豹子很有耐心地保护着它 生怕它有什么闪失 仿佛是感受到了豹子浓浓的关爱 小猴子总算不再逃跑 它乖乖地趴在豹子的身边 看到这一幕 花豹开心地将小猴子带回去 喂食与安抚 还会和小猴子嬉戏玩耍 害怕猴子受伤 猎豹就整天形影不离地陪伴着它 不知不觉间 它们早已将彼此当成了最亲的人 就这样 两只动物互相依赖 彼此陪伴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愉快的夜晚 母爱是不分物种的 它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 洗涤了孩子的内心 这样伟大无私的爱 对动物们来说 弥足珍贵 小羚羊一家正在草原上悠闲地散步 此时的它鸡肠碌碌 想要求羚羊妈妈喂点奶喝 可是此时的母亲根本无暇顾及身边的孩子 多年在野外的生存经验 让它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羚羊爸爸也瞬间警惕了起来 果然一只母狮子正朝着它们走来 羚羊父母一看 哪里顾得上孩子 转身撒腿就跑 留下孤零零的小羚羊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手无腹肌之力的它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呆呆地望着母狮子 看着被父母抛弃的小羚羊 母狮子似乎有些愚心不忍 并没有想要一口吃掉它的想法 如果自己不帮助这个小家伙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小羚羊的处境将非常危险 于是在羚羊妈妈走后 母狮子表现出了母爱般的呵护 谁也想不到 两个毫不相同的物种 居然可以如此亲密 由于母狮子并不属于任何种群 它总是独来独往 有了小羚羊的陪伴 也给它无聊的生活 增添了一丝色彩 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的小羚羊 十分饥饿 它追着母狮子想要吸点奶喝 可是还未生育的它 怎么会有母乳呢 小羚羊想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母狮子害怕它会遇到什么危险 便紧随其后 突然天空无语密布 瞬间气温骤降 大雨倾盆而下 狮子看到这一幕 居然主动守护起了这只羚羊 它带着小家伙一起躲进了树林里 还将它藏在树林深处 自己则是趴在门口守着 用自己的身体为小羚羊遮挡风雨 这样它就不会因寒冷而瑟瑟发抖了 雨越下越大 冰冷的雨水很快聚在一起 变成了浑浊的小溪 夹杂着泥沙石子 肆无忌惮地往山下流淌 如果没有母狮子的保护 恐怕可怜的小羚羊早就被雨水淋湿 很可能会陷入生命危险 母狮子仔细地舔噬着它的皮肤 为它擦干身体 生怕它因体温骤降而奄奄一息 而这只小羚羊似乎也接受了 这个温暖细心的妈妈 它们轻力地将身体靠在一起 用彼此的体温互相取暖 总算躲过了这场雨 也许从这个时候 小羚羊就已经将它 当成了真正的家人吧 等雨停了以后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它们找到一处栖息地住了下来 一湿一阳 就这样相伴而眠 白天它们就一起行走在 广阔无垠的草原上 晚上就一起依偎在树林里 狮子十分疼爱这只可爱的小山羊 它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它 并且阻止其他的狮子靠近 母狮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悉心地照顾着小羚羊 它们之间的情谊早已跨越了物种 成为彼此最深刻的记忆 然而小羚羊才刚出生不久 如果没有母乳的喂养 它很可能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而生病 母狮子思来想去 最后还是决定将羚羊平安地送到羚羊妈妈的身边 为了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恐慌 它远远地望着小羚羊朝着家的方向跑去的身影 心中既欣慰又无奈 直到看到小羚羊和家人团聚 狮子才放心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 狮子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 但是它从未忘记可爱的小羚羊 母狮子的生活轨迹几乎离不开小羚羊 它去那儿 狮子就远远地守护着它 看着小羚羊在父母的养育下 茁壮成长 它觉得心里很满足 即使陪伴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狮子对小羚羊的爱十分深刻 这样无私地奉献 真想不到是来自一只狮子 动物们之间的母爱也很伟大 无论是谁的孩子 它们都会尽力照顾 付出自己全部的爱和善意 这样的感情 值得人们尊敬和保护 事情是这样的 一只小马刚出生不久 还未来得及感受母爱 它的妈妈就去世了 没妈的孩子非常的可怜 小马失去妈妈后 就像一夜之间没有了家 望着广阔的天地 它哀伤 不安 害怕 不知道去哪里 形态影致的小马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个农场 看着周围的环境还不错 地上有不少茂密的草可以食用 小马便停留在那歇息 疲倦的小马打了个盹 却在睡梦中听到了 鸭鸭鸭的声音 睁开轻松的睡眼 小马看到一只雪白的大鹅 熊啾啾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一时有些惊慌 不过很快它就不害怕了 因为大鹅并没有驱赶它的意思 甚至在压压压的教室 目光里流露出了友好与关怀 看上去似乎很喜欢它 这是附近农民家喂养的大白鹅 它看到小马独自来到这个地方 大概明白了它没有地方可以去 就收养了这只小马 将它邀请到自己住的棚子里 这只大白鹅是一只母鹅 收养了小马之后 平日里如同一位母亲 给予了它精心的照顾 每天小马走到哪儿 大鹅就跟在那儿 似乎生怕小马走丢了 一开始小马还有点害怕大鹅 但很快小马在大鹅的守护下 对大鹅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且对大鹅非常的依赖 尽管它们不是同一物种 却天天形影不离 吃饭 睡觉 玩耍 或者发呆 都在一起 画面美好而温馨 有了大鹅的陪伴 小马渐渐地从失去母亲的 低落情绪中走了出来 大鹅成了它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好朋友 最亲的亲人 而此时想必它们都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永远和彼此生活在一起 不离不弃 然而某一天 大鹅被装进了笼子里 被人抬上了一辆小货车 此时 大鹅看上去十分紧张 眼下它担心的倒不是自己 而是因为没看到小马 不安的大鹅 不停地在笼子里 呀 呀 呀地大叫着 并在笼子里不安地来回踱步 大白鹅与小马整日待在一起 感情非常好 女人不由地被打动 决定收养它们 它们的主人也答应了 带到女子将车开来时 帮它先将大白鹅装到笼子里 再放到车上 随后 它们又带来了小马 让它也上车 要将它们运往新的家 大白鹅看到小马也上车了 这才放松了紧缝的神经 安静了下来 显然 大白鹅面对未知情况 无论如何 心里想的都是小马 即使应运输需要暂时被关在笼子里 它所想的依然是照顾小马 可见它对小马非常的无私 到了新家之后 它们被放了下来 女子将它们当宠物养 也感动于它们之间沉滞深邃的感情 便安排它们继续住在一起 大鹅与小马看到它们还在同一个屋里 终于安心了 因为能够继续和大鹅生活在一起 小马特别的开心 激动之下 乐得在地上直打滚 而新主人也知道 大鹅和小马干什么都要在一起 玩耍也会同步进行 于是 也给大鹅准备了玩耍的设施 准备了一盆水 然后抱大鹅到水盆里 让它也高兴高兴 就这样 大鹅与小马 一直在这个世界相互陪伴 显然大鹅将小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还不断用自己小小的身躯去守护它 小马则将大鹅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对它有着百分百的信任 它们之间的感情是如此纯粹 草木皆有情 何况拥有鲜活生命的动物 下面这个视频中 母羊对小羊的爱也感动了无数网友 这只小羊正和母羊在野外吃草散步 起料一个不留神 不小心就掉进了一个两米深的深坑里 被困在里面无法爬上来 母羊见状心里非常的着急 他自己无法救出孩子 于是急忙朝主人的住处跑去 一路上 咩咩咩的叫着 看样子 急得都快要哭了 母羊的身形比较瘦小 却因为担心孩子 一路跑得非常快 找到主人后 他着急的叫着 示意主人那边有情况 然后领着主人急急忙忙的往回赶 那段路还挺长 但母羊担心自己的孩子害怕 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赶回了坑边 这时候主人还没有跟上来 母羊表现得坐立不安 回头朝着主人来的方向 着急张望 终于主人也赶到了 看到羊崽子掉进了这么深的坑里 而他又没有带工具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救羊崽子 母羊看到主人似乎也没有办法 在附近急得只打转 同时一直在用叫声安慰着羊崽子 仿佛在说 妈妈在 不要怕 妈妈想办法救你上来 由于看到主人仍在想办法 母羊急得想自己跳下去救出孩子 主人赶紧伸手拦住他 但母羊实在是太着急了 听着孩子的叫声 想着孩子在害怕 就避开主人想找机会跳下去救孩子 主人围绕着坑不停地阻挡牧羊 想让他等一下不要吵 最后主人通过观察深坑里的情况 决定跳下去救出羊崽子 不然他要拦不住牧羊了 找准位置跳下去后 将小羊抱起 他环顾了一眼四周的地势 最后踩在了高一点的地方 将小羊拖放上了地面 过救的小羊不吵闹了 赶紧跑到母亲身边 喝几口奶压压惊 想必是在深坑中叫了半天 吓饿了 母羊则疼爱地舔着自己的小崽子 平复了不安的情绪 而此时 母羊并没有忘记 主人还在深坑里 在安抚小崽子的同时 多次走上前去 担心地看着主人 想救他上来 却又感到无奈 但他清楚自己的力量不够 拉不住 反而会再次引发麻烦 只能作罢 眼前深深的坑 对于母羊而言 还真是一个阴影 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 又救不上主人 担忧地又看了主人几眼后 只能先带着小羊离去 免得孩子又掉坑里 最后 这位救羊的大哥 被同伴拉了上来 他回到住所时 母羊立马迎了上去 关切地看看他有没有受伤 对他救了自己的孩子 不停地表示感谢 母爱是伟大的 这份无私的情感 不分物种 很多动物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宁可牺牲自己 且毫不犹豫 就像视频中的这只羊妈妈 面对掉进坑里的孩子 每一个举动都将内心的交集 流露得淋漓尽致 孩子被救上来后 他对主人则千恩万谢 那又是多少母亲为孩子 日夜操心的缩影 母爱不分物种 包括大鹅对小马的爱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应该善待动物 尊重每一位 无私奉献的母亲 即便他们的身份 不是人类 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 一只小鹿 正悠闲地走在湖边 和煦的秋风 轻轻地拂过他的脸庞 本来一切都十分美好 但是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岸边比较湿滑 小鹿一个没站稳 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他奋力地挣扎着 四肢不停地在水里扑腾 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对于根本不会水性的小鹿来说 这场灾难十分致命 他发出痛苦的声音 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小鹿仍然不放弃地挣扎着 即使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也努力地露出脑袋 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幸运的是 一只金毛正和他的主人 在湖边散步 他们听到了小鹿的叫喊声 便立马跑过去 发现他被困在湖中央 由于长时间的呐喊 体力已经严重不止 奄奄一息的模样 十分心疼 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 这只可怜的小鹿 很可能会因为溺水 而丧失生命 主人震愁怎样 才能下水去救他时 一旁的金毛 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 奋力地朝小鹿游去 由于狗狗平时就喜欢游泳 因此极通水性 很快就靠近了它 狗狗小心翼翼地 叼着小鹿的脖子 带着它朝岸边游去 过一会儿 在狗狗的帮助下 小鹿顺利爬到了岸边 它惊魂未定地躺在草地上 仿佛对刚刚发生的事 还心有余悸 被救后 金毛轻轻地填饰着小鹿的身体 好似在安慰着它 不要害怕 缓过来的小鹿 感激地看着狗狗 如果不是它果断迅速地跳下水 恐怕自己凶多吉少 主人看到小鹿的妈妈 就在不远处的角落里 就将它抱起来 送到了母亲的身边 临走时的小鹿 还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着金毛 仿佛在和它告别 狗狗也欢快地摇着尾巴回应着它 就当主人以为这只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时 没想到它居然和金毛成为了好朋友 在第二天 主人发现狗狗在家里不停地跑动 紧接着就听到了小鹿的叫声 原来是它来找金毛玩 主人高兴地将狗狗带出去和它打招呼 两只小动物一看到彼此就十分兴奋 它们轻易地互相蹭了蹭鼻子 怎么也想不到 一次萍水相逢 居然可以让动物们之间建立如此深厚的友谊 就这样 狗狗和小鹿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这也算是最好的结局吧 动物们是十分有灵性的 它们不光可以治愈人类 还能温暖同类 不幸就一起来听听这只小犀牛的故事吧 这是一只孤独的小犀牛 从它出生以后 就无情地被妈妈所遗弃了 由于身体还未完全发育 所以它不能和其他犀牛一起玩 因此小犀牛一直郁郁寡欢 心中既孤独又难过 善良的救助人员 发现了小犀牛低落的情绪 一下便猜到了它的想法 于是它准备找一只动物来陪伴它 经过多方面的打听 救助者终于找到了一只山羊 它很快便将这只温顺的小动物接回来 起初它们只是好奇地观察着对方 谁也不愿意靠近 但随着日积月累的陪伴 它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山羊总是带着小犀牛一起玩耍 它们还一起分享食物 整天形影不虑地陪伴在彼此身边 画面十分和谐 有了小山羊的细心陪伴 小犀牛的状态也慢慢好转 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闷 开始变得十分活泼 救援人员的心里不禁感到一丝安慰 动物们的灵性令人震撼 它们之间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就可以获得彼此的信任 成为最好的朋友 这样真挚的游艺 弥足珍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